VBS让你搞懂唱歌这件事 大家好 我是只会跟你直来直往 又不是温柔细腻的可欣老师 大家可以叫我加加 今天呢 我们要把声音使用的话题 延展开来 不仅仅是教大家唱歌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在生活中 对于声音使用 最频繁的是什么时候 说话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呢 今天这支影片呢 就是教大家 如何让你说话的声音 为沟通加分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 有没有遇到以下的问题呢 A语气 VBS让你搞懂唱歌这件事 B语气 VBS让你搞懂唱歌这件事 A语气 你要这样想 那我真的没办法 B语气 你要这样想 那我真的没办法 大家发现了吗 同样的话 不同的语气 所表达出来的情绪和状态 完全不一样 而听的人所接收到的讯息 也会完全不一样 心理学上 也有很著名的沟通占比定律 那有同学知道这个吗 好 就是7比38比55 那其中7%的部分呢 是来源于你说话的具体内容 38%是来源于你说话的语气 也就是我们说话的声音 那剩下的55%呢 则是来自你的外形以及肢体语言 语气哦 在里面占了38%的占比 可见什么 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的沟通当中 语气真的很重要 给大家简单举个例子好了 就譬如说 一天面试有20个人 那到最后哦 你有印象的 也许不会是那个 肝货满满 但是呢 他说话就是这样 到死不活的 然后呢 可能咬字也不会太清晰 你有印象的 有可能是那一位 说话语气是一扬顿挫 或者讲呢 娓娓道来 土字清晰 但是他的情绪是有起伏的那一位 可见哦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 声音真的非常重要 它甚至能够影响你这场沟通的质量 那我们应该如何让说话的声音 为我们的沟通加分呢 在告诉大家办法之前呢 可欣老师想先很精简的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人体的发生原理啊 会对大家之后的学习有帮助 那详细的哦 就是人体发生原理 欢迎大家去看 Leo老师个评的第一支影片哦 这里面呢 有很详细的告诉大家 我们人体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好 那接下来开始咯 首先啊 在我们发生之前啊 是由我们的大脑先向我们的喉反神经 下达指令 就是各部门注意啊 这个人他要发生了 然后呢 我们的呼吸机啊 会首先非常积极的去响应这个号召 会干嘛呢 吸气 然后在吸完气之后呢 呼气的时候哦 我们声门这边啊 同时进行什么 关闭 然后呢 我们的呼吸是不是会通过我们的声门 然后此时我们的声带会产生震动 而震动呢就会产生声音 那为什么要先告诉大家这个呢 是因为哦 一伙可欣老师会帮大家先调整好自己的声音 先把自己的声音调整为 阻抗平衡的状态 我们才有办法在接下来的练习当中 帮大家改变语气 那阻是什么 阻就是我们声门关闭的这个力道 对不对 它有一直在干嘛 挡住那个气息 不让你过来 不让你过来 是不是就是阻打 它是阻 那抗是哪边呢 就是我们的核心肌群啊 为了制造气息流速 所用的一种 很像对抗的力道 对不对 因为它被声门这样关闭了嘛 它就在下面是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是不是一种对抗的抗力 那我们怎么去找到这个 阻抗平衡的力道呢 那这里要给大家推荐一个 很简单的小练习 我们借由一个闭口音 嗯 就能去找到这种感觉了 来 接下来呢 大家跟我做 像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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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什么 我们的核心要发力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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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甚至可以带点情绪 随便想象哦 就一种疑惑 嗯 嗯 嗯 哎 你这样多做几次之后呢 就能够找到我们所说的 阻抗平衡的运动和发声状态了 甚至大家哦 可以在这个嗯 之后哦紧接着说一段话 来感受一下自己声音的变化 那这里呢可欣老师就用VBS 让你搞懂唱歌这件事来举例啊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 嗯 VBS让你搞懂唱歌这件事 好我们再来一次哦 注意哦就是你嗯完立马接这句话 并且要告诉自己哦 这里面就是不要变不要变不要变 不要自己瞎动哦 好准备 嗯 嗯 VBS让你搞懂唱歌这件事 诶 这样子做了下来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 首先啊就是你自己声音的整体的质量 有了一个提升 并且呢在一个不怎么费劲的状态下 你声音的音量跟质量 或者说是力量 都有了显著的提升 在了解完人体的发声原理 以及掌握了气声平衡的运动之后呢 我们回到刚刚上面的课题 如何让我们说话的语气 或者说声音为我们的沟通加分呢 那这里哦就是我们想要解决问题 得先了解问题对不对 那这里呢邀请大家集思广义啊 来回答可欣老师一个问题 到底我们所说的沟通时候的语气 具体是指什么呢 欢迎大家在弹幕或者评论期哦 回答我们语气等于 语调加语速加音色加音量加咬字的综合体 有没有答对的同学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针对这五个项目哦 做一个深度了解了 首先呢是高中低三种语调的区别 VBS让你搞懂唱歌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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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呢是快中慢三种语速 VBS让你搞懂唱歌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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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是肩中宽三种音色 VBS让你搞懂唱歌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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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大中小三种音量 VBS让你搞懂唱歌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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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最后僵硬 正常 懒散 三种咬字习惯 VPS让你搞懂唱歌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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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刚刚呢老师给大家示范了 这五个项目分别的三种变化 那在课后呢 大家可以按照老师的示范哦 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来练习 并且要确保自己 真的有很明显的做出 三种变化的差别 并且呢在这里哦 要提醒大家一句哦 推荐大家在练习的时候 把自己的声音这样录下来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 好像自己已经很用力的在做变化啦 但为什么别人觉得没有差呢 好啦 其实这个就是 存在一定的误差性 那在这个时候如果大家选择哦 就是把我们的声音这样录下来 其实你在自己听的时候 就能够听到 你到底有没有做出变化 对不对 只有先自己觉得 哦 确实有变化 别人听起来才会觉得有变化啊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用刚刚上面给大家举例的 两个场景里的四种语气 来跟大家分析哦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不同的语气里面 这五个项目都有什么差异 而这样组合起来之后呢 又让听到的那个人 会产生什么样不同的感受 A语气 VBS让你搞懂唱歌这件事 B语气 VBS让你搞懂唱歌这件事 那A语气哦 语调中等偏高 对不对 好 第二个语速是什么 偏快 来接这个第三个 音色是什么 中偏尖 音量 适中 咬字习惯 适中 B语气 语调低 语速 偏慢 音色呢 中偏宽 音量较小 咬字习惯 好 那我们总结完之后哦 我们再听一次哦 A语气 VBS让你搞懂唱歌这件事 B语气 VBS让你搞懂唱歌这件事 好 那当我们再听完一次之后哦 大家会不会觉得 A语气的我是一个很积极的 很乐观的 然后呢 我是真的发自内心哦 觉得我可以让大家 让你们搞懂唱歌 到底是一件怎么样的事情 然后呢 大家会不会觉得说 哇 这样的老师感觉 看起来是比较有能量的 然后在课堂上感觉 氛围也会比较好 就会比较想到我的课 嗯 好 那B语气呢 我给大家是什么感觉 就是感觉哦 这个老师真的 他是不想上班是吧 他就感觉一整个就是很懒惰 然后很不积极 很消极 然后感觉会说这个老师 是不是从内心来讲 他根本没有自信 可以教大家 把唱歌这件事情搞懂 那你作为学生也好 作为观众也好 是不是会觉得说 哦 这个老师就觉得 嗯 哪怕可能他技术再好 我都不想去报他的课 因为我感觉就可能以后 可能气氛怎么都会很沉重 接下来呢 我们再继续哦 来看看我们场景2里面 两种语气的分析 A语气 你要这样想 那我真的没办法 B语气 你要这样想 那我真的没办法 A语气 语调 高 语速 快 音色呢 尖 音量 大 咬字习惯 正常 B语气 语调 好 我们再一次听完之后啊 大家会不会觉得 A语气的可欣老师 简直不可理喻 是不是就是那种吵架的时候 听到这句话 我就一秒钟就想要炸掉 就会感觉这个人传达给我的情绪就是 他很重的 不耐烦 他很不屑跟我去沟通 然后就怎么说 他都没办法了 那我感觉就这样子的语气 其实在亲密关系中也好 或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好吧 没有人想听到别人这么跟你说话 对不对 那B语气又传达出一个什么感觉呢 就是真诚 我感觉就是他真的就是发自内心的 会觉得说 我很想要帮你 但是你现在这样子的情况呢 我可能帮不到你 但我们接下来还有没有起 他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好 当大家听完上面的分析哦 有没有会感觉到就是 诶明明是同样的文字 但是我用了不同的语气之后 我所传达出去的 以及别人所接收到的 感觉 感受 情感 是完全不同的 那在将来哦 如果同学们需要比如说什么 诶 坚定的 正向的语气哦 那这种语气是用于什么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的会议啊 面试啊 演讲的时候都需要这样的语气 对不对 那我们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排列组合呢 好 五大项目哦 首先第一位啊 我们的语调 中等和高的适当切换 语速呢 快中慢适当切换 音色方面呢 则是中等和宽适当切换 音量呢 就是中等和大适当切换 最后咬字部分呢 则是僵硬和正常咬字适当切换 那这里僵硬哦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个疑惑就是 诶 老师要僵硬吗 感觉僵硬这个词好像是一个不好的词哦 诶 不是哦 那僵硬的咬字我们可以用在什么时候 当你想要表达强调重点的时候 有没有刚刚老师其实这里用哦 是不是就很自然的把你在这一整段的对话当中 你想要强调的人事物就突然凸显出来了 好 接下来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 今天这堂课让我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 有没有 我用了上面的那些排列组合 所传达出来的情绪是不是就是坚定的正向的 好 那我们再来换一个场景 当你需要表达出温柔的理性的语气的时候 好 那我们先来讲讲这样的语气 适应于什么样的场合啊 诶 首先比如说一对一聊天的时候 或者说当你想要表达出 安抚安慰的情绪的时候 还有一个哦 这里非常推荐大家用 就是当你和对方意见不同的时候 嗯 都比较推荐用这样温柔的理性的语气 那具体该怎么样去排列组合呢 首先啊 语调方面哦 中等和低的语调适当切换 语速呢 则是慢或适中的语速适当切换 音色方面呢 则是中等和宽的音色适当切换 音量呢 则是小和中等的适当切换 咬字部分呢 则是正常和懒散的适当切换 好 比如说用我们刚刚上面那句话 你看可欣老师用这样的排列组合再来表现一次 今天这堂课让我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当然 我们在生活中啊 肯定不止今天老师在影片中啊 给大家举例的这几种语气 还有好多好多的语气等着大家去学习 那我们在生活中该怎么样去学习这样的语气呢 因为今天在影片当中不是有教大家五个项目里面的三种变化吗 那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可以哦 在你看剧或者看电影的时候呢 带着这样的觉察去分析 比如说这个人物 他说出这句台词的时候 他是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排列组合 那这样的排列组合让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感受 那如果你在生活中想要别人也拥有同样的情绪感受 那我们就照抄啊 照抄他的排列组合就好啦 那这样子久而久之哦 你一直去训练 一直去模仿 是不是就能够让你说话的声音 为你的沟通加分很多呢 VBS让你高懂唱歌这件事 我是可欣老师 我们就下次再见啦